大家好,我是阿渡 我现在是在湖北博物馆梁庄王墓这个展史 这个梁庄王他叫谁呢 他就是明朝这个名人中 他的第九子朱专记 明轩中他的弟弟 在这个湖北已经发掘了这个明朝 十一座的王墓中 他这个地方呢虽然不是最大 但是他这个陪葬品的丰富和精美 是仅次于这个定令 我们来这里看一下 他这个墓呢并不大 是一个砖石墓 有这个前史和后史 这个呢是他的一个墓制 也是他一个简单的生平 墓中呢一般都会有长明灯 这就是他墓中的一个长明灯 他在墓中出土的这个精气呢 是非常多 有一般25套这个精气 这里有这个精盆 精碗 还有这个精壶 精勺精块 这银气呢 当时也是这个出土了三百八十多套 哇 他这里呢是有两块精钉 上面呢还是有这个字 这是梁庄王的一个皮扁 但是出土时候呢已经损坏掉了 只有这个珠子是保留下来 实际上明灯王的一个皮扁去复制 哇 这是他墓中所出土的帽顶 全都是个金香宝石的 这一块呢是金香玉香宝石 他这一颗帽顶呢 上面的宝石非常大 在以前呢 这个宝石一般都是打磨光伐即可 和现在的形状是有所不一样 非常非常漂亮 这是一颗无色的蓝宝石 它是有这个二百克拉 这个呢是一个玉瑶带 它上面呢有这个镂空的龙纹 它这个呢也是一条玉带 当时这个镇河下夕阳 它是带了大量的珠宝 经这个专家鉴定的这个梁庄墓 它墓中的很多东西呢 也都是来自这个夕阳 这个呢应该就是最贵的一条腰带了 它这个呢是金香宝石腰带 上面是一共各种宝石98颗 这一件做工非常精湛 它是金丽丝香宝石 还有镂空的玉 这些呢是它墓中所出土的一些发毡 头上的配饰 也都是一些金字 金香玉 金香宝石 这里呢是很多的耳环 还有戒指 也都是镶嵌的宝石 这个香宝石的金手肘呢 也是非常漂亮 在后面它那个环状的金制品呢 就是戴在手臂上的 这一件金制品呢非常漂亮 它是镂空的也非常大 它并不是耳环 这女人呢 她穿这个凤光霞配 它是固定这个霞配所用 这里呢是出土的一些玉器 它这个镂空做的非常漂亮 这两种呢 它是生活在明朝的一个盛世 所以呢 它陪葬的一些物品呢 也是非常的丰富 金器 银器 玉器 和宝石呢 非常多 这个呢是玉龟 这是玉月竹配 也是这个玉镜墓 这女子呢 戴在身上 是防止走得太快 保持一个气质 这个呢 非常漂亮 也非常丝滑 它是这个香宝石千玉的一个 流金通枕顶 这个金制品呢 它像一个貌似 它上面所述的是神像 哇 它这个呢 是一个金杆 上面都有这个浮雕 是有轮纹 还有云纹 这里呢 是当时在他的墓中 所出土的一些照片 它这个呢 是一些玉带 有的玉带呢 上面还有这个金矿 这就是明代官员 他所戴一个玉带的样子 它这些玉带呢 也是有这个金矿 而且呢 还有这个镂空 但是当时出土的时候呢 也是散落的 这是梁王的宝刀 和他的头盔 梁王的墓中 所出土为我呢 是非常丰富 它是整个湖北 这些王墓中 出土最精美 最丰富的一座王墓 所以它这些精美的 培葬品呢 不仅是这个明代 繁盛的一个缩影 也是这个镇和夏 夕阳一个壮举的见证